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較早前 美國參議院的兩個委員會 共同發佈了一份 長達87頁紙的報告 在報告裡 揭露了拜登的長子亨特 和中國以及俄羅斯相關人士的金錢往來 相當頻繁 可惜的就是 這份報告的內容得不到美國主流媒體的重視 報導蝙蝠甚少 反而來講 有些美國媒體還趁著這個機會 走去對特朗普 潑污水 唱衰特朗普 轉移視線 其中一份就是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今天就大蝙蝠地報導 特朗普的稅務問題 顯然地就是要借這個機會 發放一些不利特朗普的消息 亦即是所謂的醜聞 但是這些內容 我們一起來檢視一下 究竟 紐約時報所說的東西 是有沒有道理 或者對於你來講 紐約時報所揭發的東西 究竟是否真的那麼震撼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 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紐約時報 列舉了特朗普的稅務五中罪 第一件事就說 特朗普在過去的18年間 有11年都沒有繳交入息稅 而他在當選美國總統那一年 只是交了750元美金的稅行 紐約時報還說 前任總統小布殊和奧巴馬 每年都要交10萬元美金的稅行 這件事就已經是對 特朗普不公道 先不要說稅行 特朗普每一個月出薪的薪金 每一期都是捐出去 他一後子都沒有落袋 那為什麼紐約時報完全是 不提及這件事呢 又不見你去讚揚他 不見你專程寫一版紙來清重他 這件事就不算 他一元都沒有落袋 對不對 全部捐出去 奧巴馬有沒有捐錢 小布殊有沒有捐錢 根本上不能夠就此來比較 大家的收入結構都不同 還有一件事 特朗普沒有交入息稅 其實特朗普的律師 就有出來辯駁 特朗普集團的律師加藤就說 紐約時報的這篇報導 很大部分的內容都是不準確的 他就解釋 特朗普已經向聯邦政府 繳交了幾千萬美元的稅款 包括了自從2015年 競選總統的一年開始 就已經繳納了幾百萬美元的個人稅行 特朗普也有反擊 不過他只是一句 很簡單 就是說你fake news 假新聞 當然 這個就是他的風格 但是他的幕僚 他的律師也有出來幫他辯解 在未查明真相之前 就已經說到特朗普 好像十惡不赦 好像真的有 參與逃稅漏稅 這些完全就是未審先判 這樣是不是作為一家傳媒應有的道德操守 又不見他們對於拜登的兒子有那麼嚴謹的赤道 還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特朗普是合法避稅的話 根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所有的大集團和有錢人都有類似的做法 甚至連指控特朗普的紐約時報 在兩年之前他們揭發Fedex有份避稅的時候 Fedex也有份指控紐約時報有避稅 在2017年的時候 Fedex就說 被人扭曲了事實 然後就站出來指控 說紐約時報 在2017年那個盈利是達到過億美元的 但是就沒有繳交到聯邦政府的稅行 這些是不是華人這事 這些是不是兩把尺 是不是雙重標準 你自己都避稅 為什麼特朗普不可以避稅 如果他這個避稅是合法的 那就沒有問題 如果他這個避稅是不合法的 稅務部門自然是會查個水落石出 要不需要現在這樣走在選前 一個月多些 向他潑污水 好了 而且 第二個的指控是什麼呢 就說 特朗普報稱自己那家公司錄得了巨額虧損 然後就向美國的國家稅務局 申請了合共 7290萬美元的退稅 若然他這個 申請退稅 是按照美國的法律法規來去做的時候 到底有什麼問題呢 你是不是激起有些人那種仇富的情緒 眼紅的情緒 就說 你那家公司 申請那麼多退稅 但是他說他自己虧損 是不是 特朗普有那麼多錢 你不值得嗎 我真的不明白 你這樣走去 他說他虧錢 又說申請退稅 虧錢就當然是申請退稅 賺錢就交稅 那有什麼好說呢 他有錢賺 關你什麼事 我真的不明白 我不是要幫特朗普說話 而是 按照著是其是非其非的原則 當你要這麼大蝙蝠走去指控一個人的時候 究竟你的指控是不是合理的 還是這些根本上大家聽完之後 請問有什麼問題 第三個指控是什麼呢 就說 特朗普的長女伊曼卡 一直有收取集團的顧問費 使得特朗普家族的集團 可以減少需要繳納的稅項 實情這樣的指控 完全就是無理取鬧 對不對 哪有一條法例寫得明 一個人經營一家企業的時候 不可以請他的長女去做顧問 有什麼問題 如果拜登去營運一家公司的時候 一樣請回他弟弟 請回他的子女 有什麼問題 我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這樣也可以是一個指控 第四個指控是什麼 就說特朗普多個核心業務 年年錄得虧損 包括酒店的業務 高爾夫球場的業務 每年就虧了幾百萬到幾千萬美元 我想大家聽完都覺得莫名其妙 特朗普本身就是一個有錢人 連總統的那份量他都不要 他有錢錢多喜歡拿出來蝕 創造就業職位 關你什麼事 你這樣又可以當是一個指控 最重要的是什麼 他蝕的錢是從自己的口袋 自己的荷包裏面 掃出來的 不是從國家的 庫房裏掃出來的 就行了 他扛自己之蓋 不是扛他人之蓋 這樣又可以當是一宗罪 好了 最美的一宗罪是什麼 就說特朗普目前正在背負著 4億2100萬美元的貸款 大部分都將會在四年之內到期 其中 坐落於馬克頓的特朗普大廈 他1億美元的抵押貸款 也都會在2022年到期 你看他有沒有錢 如果沒有錢 他就倒閉 是不是 請問對於他競逐連任有什麼關係呢 而且你都說到他虧錢 他虧錢就是沒什麼利益 做總統不出糧之餘 還要他自己的集團也虧錢 應該很偉大 還要去大蝙蝠來唱衰他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道理 接著就再講一下拜登的長子 美國參議院就有一份87頁口的報告 裡面就提到有幾樣主要的東西 第一 就是這個亨特 在他老爸拜登擔任副總統的時候 曾經在烏克蘭的一家天然氣公司裏做董事 當時拜登刻好就是負責美國對烏克蘭的政策 這位亨特 當時 每個月就在烏克蘭收取一個寡頭集團五萬元美金的報酬 你說這五萬元 究竟是給他的兒子 還是因利成變 根本上就是給拜登 等於益他的兒子 已經是很清晰的 呼之欲出 另外 這家烏克蘭天然氣公司的老闆 也是牽涉到一些貪污的情節 他就曾經 給過700萬美元的 賄賂出來 去換取自己不獲起訴 當時的國務院助理國務卿 紐蘭德 就已經是作證 說過了 說要嚴肅地去處理這個天然氣公司老闆 以便向烏克蘭發出反復的訊息 但是拜登的幕僚勸告他不要公開指責這個天然氣公司老闆 那究竟是為什麼呢 是不是因為每個月省了五萬元美金給他的兒子呢 甚至乎台底還有沒有其他東西呢 這個委員會查不到那些呢 那為什麼紐約時報不去跟進呢 我真奇怪 另外這份報告也指出 亨特和他其他的家人 利用拜登擔任副總統任期的期間 就透過和各國的政要 以及一些外國人士組成的 財經網絡 賺取大筆的金錢 包括曾經收受過 俄羅斯女首富 遺商的一筆錢 還有 亨特就和中國華信能源集團 那個葉簡明 以及另外一些人士呢 共同組成了一個商業協會 而這個協會呢 就產生了幾百萬美元的現金流 喂 這些完全就是更加值得 美國那個主流傳媒來都去關注的東西 但是偏偏呢 那個報導呢 就很少的 只有霍氏新聞去說 其他的傳媒 是不是應該要聚焦 拜登的兒子 這些是不是貪得無厭 這些到底是不是牽涉到貪污腐敗的東西 是不是要去查一查 就不是說別人避稅的問題 避稅是合法的 逃稅漏稅才是非法的 但是這些收取利益的 就算不是非法 都已經是證據確鑿 鐵證如山 為什麼又不報導呢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